继续啊 我们今天继续 今天吃完了特别舒服 完了菜的事不多聊 今儿我们吃着吃着 突然想起了 就现在东哥呀 也上不了国内的网站 所以呢 但是东哥没事看呀 比如什么某阴啊 某手什么的 就一帮就是假北京人 或者是老北京装 装更老北京 就是他不是那个味 你们知道吗 就是现在 有人在那个网上 说 吃饭什么的 第一句话就是 嘿 您猜怎么着 吃了吗您呢 傻逼吗 那不是 北京人没那么说话 什么人那么说话 就是太监 对吗 吃了吗您呢 都是太监 北京人啊 跟大家说 哎呦呦 今天我出小区 对保安人家都是外地的 河南人居多 我见人大哥就是 哎 大哥忙着呢 这带是怎么了 忙着呢 忙着呢 再说的一看 也那边的老北京 我们怎么说 哎 大哥哎呦 吃了您 这么说 没有说吃了吗 您呢 没有 就是吃了吗 您 这样 吃了吗 您 有快音 有快音 人家说 哎 没吃了啊 一会儿 这是北京话 所以说跟大家 也是全世界的 网友调整一下 你们的就是想法 北京话 没有这么说的 吃了吗 您呢 您猜怎么着 那不傻逼吗 没有这么着 永哥老北京 鸡鸡鸡 老北京边上的 郊区老北京 没有郊区东哥 没住郊区 你哪儿 你哪儿 以前就小五鸡村的 好 小五鸡村 勇哥 我他们生在长春街 长在他妈的 谁家城里的 还没个亲家 我安定门还有亲家呢 我生在长春街 长在长春街 长在宣武门 玩在他妈的敢话 胡动西单 知道吗 哥 是不是老北京 没毛病 我告诉你啊 兄弟 鸡哥 你那小五鸡是吧 这以前是村 听我说 北京八十年代 二环以外 都他们农村 对对对 这什么 他们什么西纸门 农村 动物园为公村 农村 哪儿 樱花园啊 这么了 农村 杨桥啊 农村 方庄啊 农村 小五鸡啊 这这这農村 什么 什么区门啊 农村 懂了吗 大家别说 我们看不起人 不是看不起人 就老北京的老奖 所以鸡哥 您那就是老北京郊区 我是地道老北京 那还是南城 就是南城 就是对普通 北城啊 或者市中心啊 那时候达官贵人 什么雍王府啊 庆王府啊 那这样 勇哥 谈判道吧 您在哪啊 我在天台 那他妈的地道老北京啊 对吧 咱就算是土生土长吧 土生 所以刚才听了小冬说这个 我第一个疑问 咱们不知道 人家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 他就是想把北京话 夸张话 夸张话呢 去博取那些 不懂北京话 和不懂北京文化的人的 眼光和点击量 你们可以是这样 但是不要太过分 就像那吃了 您那会儿 您猜怎么着 大嘴巴收你 好像你穿这套 说不好听点 我对你啊 没愁没害 那哥们 我姑妈你比我大 我管你叫哥们 为什么呀 你还智商也就这么这样了 穿一个大鸡巴名号 擦 弄一个 二B的一小羊帽 那就是老北京人 那老北京人捡煤球的 还有他妈的奴才 就是太监穿的 懂了吧 跟大家说一声 这视频肯定那孩子能看见 大家把这盖的 这是老北京人捡煤球了 还有太监 清末民初 太监婚不下去了 切了鸡巴 没事干了 他妈的 人家他妈的 皇上跑到他妈的 跑到他妈的东北去了 没地方去了 穿着羊服说那擦好心话 那是太监说的 和捡煤球说的 老北京人不他们那么说话 你要他们在老北京敢这么说 您猜怎么着 我擦 人家一桶大粪 碰你脸上 知道吗 就是不不泼那个啊 我估计啊 稍微有点不见 可能心里也得说 也就这个话 也就也就这个话 说我们老北京一看 我跟他外地的朋友们 看您猜怎么着 有点北京味吧 就我们北京人听这个 一句话 俩字 傻逼 真的是这样 什么他妈的 有北京话那 没有 北京话有些时候 说话比较长 比较快 有的长 有的快 就像跟我说的 吃了吗 您 这个话是应该快说 不能说吃了吗 您呢 那是太监 所以北京很多文化里 有太监文化 因为全中国 没有出太监的地方 只有北京 打到北 那个清政府一枚 那个民国 有上千个太监 你们知道吗 太监呢 有点有点小钱 回到民间 立个宅子 完了之后呢 过继几个孩子 生不了啊 除不了啊 只能过继几个孩子 过继几个孩子之后呢 要把我在宫里的文化 我要倒出去 我要发扬我们满清的奴才文化 奴隶文化 太监文化 所以这帮太监呢 就教他们的子子孙孙 怎么去生活 怎么去玩 你们知道了吧 而真正老北京 不是这样 你说那帮太监 是老北京吗 是 但是他这个是太监文化 不是老北京文化 就像现在很多奴才似的 那他妈是他妈真的都随着一帮太监了 你们知道啊 这北京话 咱们聊聊北京话一般说的 刚刚才 山西说 四姑娘吧 兄密什么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就是 他们就是 期待话怎么说 找姑娘什么的 找个姑娘什么的 找小姐 我们那边 我们叫什么 咱们那会再早点 再稍微的早点 拍婆子 对 对吧 那是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 到了八十年代了 什么 秀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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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年代呢 呲姑娘 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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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 就是我要装装成点文化人 装成点素质 姑娘你好 我清华大学的教授 我是复旦大学的教授 我什么什么的 我是胡锡锡 胡傻逼 我说的是那什么 咱俩听话 是这样 您知道吗 这个是 呲 秀 这是这样 好了 最早拍婆子 这就是北京 怎么找姑娘 是这么说 没错吧 没错 北京话还有好多 你说有什么北京话的 闷尔密 这是老北京话 闷尔密 就是在家里 吞喽 吞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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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吞喽着 孩子出去玩去 都得解释 好多话咱们都得解释 就得儿话音啊 实际上人真是 没有拉那么长的 你看啊 说实话 我还算是标准普通话 勇哥是特别的 老北京人的那种儿话音 你们一听就听得明白 鸡哥呢 鸡哥就在唱 鸡哥就是城乡结合部 城乡结合部 但是鸡哥牛皮有钱啊 家里别多了 一拆房子 卧槽 上千万 没毛病吗 没有没有没有 大家有穷屁了吧 看见鸡哥 抢丫案子 完了绑架丫案子 知道吗 别找我们俩要钱 我们俩没钱 鸡哥弄一个 想低点 想低点 实力不允许 这是鸡哥 完了 还有什么北京话 咱们可以简单的说一说的 挺多的 真是挺多的 你看挺 他说挺多 你看北京话又推多了 对 推多了 这也是 很多的 然后这个 你想那个 鸡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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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回见了 回见了您的 明天见 我们就回见了 回头再见 就回见了 耍鸡逼 鸡贼 鸡贼 鸡逼 对对对 鸡贼 这是北京话吧 对对对 嘚瑟是东北话 对对对 其实是东北的文化 跟北京的文化特别像 真的 这这都北方人 而且呢 就是就是入关嘛 其实那会儿 宇真人满清入关 也是从东北过来 所以说 包括我们下次可能要吃 老北京质子烤肉 其实他妈也是人家满清人下来的 老北京你们知道吗 吃质子烤肉 按理说不应该坐着吃 都是站着 为什么 满清那会儿入关的时候打仗 连点打仗 他们找一架子烤一铁盘 上次把肉一烤 站着吃 吃完之后一说开始行军了 一收过柴火拿水一撩 锅盖一杯走了 是这样 所以这个质子烤肉给传下来了 到北京 老北京质子烤肉 烤肉碗是不是就一个大锅 对 可以厨师做 也可以说 围着那大锅去自己烤 对 你看老北京真正的 外地的朋友认北京烤肉的 烤肉碗 对 四季烤肉 没错吧 四季烤肉我觉得 比烤肉碗还出 说一下 咱就说烤肉碗吧 对对 但是我呢 也告诉大家 咱们几个在 北京人 除非是接待贵宾 接待外地的朋友 老北京很少 我没说没有啊 很少去吃烤肉碗 对 为什么呀 厚鸡巴贵 哎 这个北京话 厚 厚 厚鸡巴贵 这鸡巴呢 哪儿话都有 厚鸡巴贵 所以一般老北京 就制作烤肉 什么烤肉留就不错 就我老推荐 对吧 我跟他没关系 下次我也吃去 给大家看看 那儿的麻豆腐地道 烤肉烤肉碗 至于老北京的 东来顺 其实也老北京 但是我告诉大家 北京人啊 没怎么 没什么人去吃 东来顺 外地的朋友 再来北京 说吃帅羊肉 我告诉大家 东来顺 不行 我们家在牛街 牛街的旗舰店 就东来顺 现在呢 我告诉大家 开了四十多年 最牛逼的是啊 怎么关了 违章建筑 你妈你说斗不斗 四十多年了 现在定性违章建筑 就欲加之岁 何患无雌乎 懂了吧 就什么都是违章 这真的 牛街西北八口没了 东来顺 你说南来顺的呀 南来顺的肉还行 南来顺的肉还行 完了牛街这哪啊 别说了 聚宝园了 聚宝园 肯定聚宝园 聚宝园 我就告诉大家 吃就吃牛街这家 我从牛街这家买肉 回家算 其他的呢 东哥不能多说 因为有的朋友在那儿呢 我呢不敢批评 其他的我就闭嘴 完了 对面 联克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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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他的肉没毛病 就是那个火烧 比不上这个聚宝园 对 聚宝园火烧 还有呢 聚宝园的小菜 什么红果子呀 什么这那的 小菜 其实 比联克轩的 我个人认为要好点 哦 这大家尝尝 牛街这条街啊 真的有不少美食 慢慢给大家推荐 比如说奶酪 奶酪是老北京的 哎 老北京的 干哪啊 奶酪味 牛街这条奶酪味 就叫小吃 是奶皮子 给酿化成的 有奶酪和双皮奶 我推荐大家记住了啊 很多人 外地的朋友来北京 说啊 我要吃奶酪 我要吃双皮奶 最好什么的 我告诉大家 真正会吃的人 不吃双皮奶 真正老北京会吃的 吃原味奶酪 因为原味奶酪 是用酒酿出来的 大家自己去查 东哥这是地的老北京 所以一听啊 爱吃奶酪啊 爱吃双皮奶 你放心 一半都是外地的朋友 老北京呢 不吃双皮奶 或者很少吃 就吃原味的奶酪 这一说这个啊 我插一句啊 小东 你说这个奶酪味 现在这个三元的这个 奶酪 咱们不说 也甭说谁好谁坏啊 说也不怕 我俩都吃过 你知道吧 我自己个人口感啊 真的 无论说这个店面的整洁上 还有这个口感上 我觉得现在三元还真是 稍微的这个超越一下这个奶酪味 但勇哥我这补充一下 三元好吃是红豆双皮奶 不对 三元真正好吃的就是原味奶酪 十大海 我1996年进十大海 一直到2006年 那家双那个三元三元的奶酪店才关门 就在十大海斜对面 北海游儿园旁边 我吃了二十多年兄弟 后来关张了 也是因为什么样 卖卖不好了 但是那味道真不错 很多人不懂 他这个他这个现在就是说做的这个口味啊 真的我觉得就是 反正我觉得这个三元这个现在这个口感奶酪确实是 反正我觉得是一个这个 另外一个呢 你看刚刚小冬也说这个 就是说咱们北京以前留的这个好吃事 这好吃事说实话 像那个刚刚说小冬说这个东来说 咱说实话吧 实际上包括刚刚那个那个烤肉 对吧 这个银定桥 对吧 后海 北京人都应该知道银定桥那个 后海 桥头边上那个 我父辈他们 打小吃上 还吃 就吃那 就吃那 他就是本地的人 那吃吃 现在不了 现在不了 包括这东来说 说实话 几年以前 也别几年了 说实话得有个五六七年 对 六七年了 没在那吃 他为什么呀 这口感他怎么了 现在 他已经是什么流水化了 这一边菜呀 这肉什么的 全是冷冻下来切的 完整 没有精致的 经过真正的降师的调教 都是咱们早上起来一发货 各个店发不乱妈糟子 没味儿 你就是说你流水化 咱们说也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应该有标准呢 他这东西 是不是 现在说实话 好多北京的这个老吃是 咱那说 像豆汁 以前刺激口的 锦辛豆汁店 就那一家 多棒啊 说实话 咱夸张点说啊 说一里地外就能闻见那酸臭那味儿 对不对 到店跟前 您就更蒙说了 是不是 现在后来也开了 这杰尔店也都搬了好几回 好多东西 我觉得都是真是 没留下来 这事吧 我觉得挺 我自己反正也是想的不是特别明白 也许可能是市场上 是吧 市场这种需求 不一样了 口味不一样了 还是说自己自身的这个 品控的这个质量 现在就慢慢就下来了 是吧 其实我觉得真是说 好多外地的朋友 上北京来了 大老选来了 你说吃吃烤鸭 吃吃这个咱那个东来顺 喝点豆汁 其实我觉得这不就是 一个是吃一个就是文化了吗 是不是 您不能 天门得看 是吧 悟空也得看 对吧 但是您也得尝尝咱本地的东西 但是现在 就这些个东西 口味都不是特别的正了 我觉得 印象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不是印象特别好 说的太腼腆了 你这勇哥五大三粗的 说话那么那么腼腆 就是说吃来说 我们真的有有话说 为了北京话的文化 北京的土文化方言 我也没有有话说 就是以后就再说北京人说话 北京人说话挺快的 没那么慢 吃了吧您 北京人不默 您猜怎么着 没那么说话了 再说一遍 您猜怎么着 这种的都是太监 太监的根 就太监过气下来的孩子 才那么说话 老北京人不这么说话 千万别误会 把这视频啊 发给他妈的 这那大家随便发 一定说清楚了 老北京人绝对不 他妈说 您猜怎么着 拿一个回博一围 这大基本帽子一戴 哎呦 李爷哪去啊 记住了啊 有吗 有太监 或者太监的子嗣 就是领养的孩子 才这么说 老北京人去你妈的 拿他妈的饭盆 拿他妈的尿盆扣压 你脸上 记住了啊 没得为事 没错吧 勇哥 要不然您这么说话 您就是 怎么着 首都人民剧场 有演出 是怎么着 另外 您字在北京 这是个文化 对对对 您 到哪都说您 除非是他妈的 真急了骂牙 臭傻逼 一般情况下 别管是 我们停自行车 原来有停自行车 开车的 有看车的 对吧 现在都汽车 没错 原来我们没钱买 我们都是自行车 有看车的 没错 完之后 还有什么开大门的大哥 那会儿没有什么保安 那会儿什么大爷 看大门全大爷吧 北京的 对吧 那会儿的北京 也没有那么多 打打抢烧啊 都是大爷看大门 大妈看自行车 也没有那么多案件啊 现在他满车街的保安 满车街的 钻虎虎呢 卧槽 我也没觉得 哪儿少了 什么案件 至于吗 那会儿我们见了 大爷是 大爷走了啊 大爷忙着呢 这北京话 打吧 两分钱啊 五分一毛 对吧 一毛两毛的 吞了啊 这多牛逼啊 这味道 这说话 哪有他妈的 给您了 受着了 得嘞 没那个 没那个 太作笑了 就是装逼 这装逼是北京话 装逼应该 哪都装逼 这应该是 这点点 我觉得可能 网络上兴起来了 网络兴起来了 所以这个吃呢 我们会继续做 老北京的文化 有时候也给大家 多聊 北京人是相善的 北京人大部分 哪都有傻逼 北京有傻逼 东北有傻逼 河南有傻逼 广东有傻逼 但是就说 各个地方 你看人家四川人好吃 仗义的多 东北人豪爽 豪爽的多 北京人善良的多 广东人做买卖经的多 这都是好事 北京善良多 但是呢 就是真的 现在在四九尘里头 再找地道老北京 找十个人 我估摸着 您也就能找上仨 估计今天 像鸡哥他们那方向 再往东方向去吧 鸡哥就算 已经算是北京了 但我们哥 二十年年 压住农村的 没错吧 农村大网房的 你知道吗 我们住的是专房 但是在两千年左右 北京四九尘的 不有钱 最牛逼有钱的 就是五环附近的 两千年左右 对吧 五环附近的 全是有钱的 为什么呀 拆迁 两千年左右 我四环的边也是 一拆 几个就是好几千万呀 对吧 我操家里数钱 你们知道吗 爸妈妹妹孩子 一块数数 咱们快半个月 没数完 你妈多少钱 全是红的 打钞票 你倒没说是蓝色 打钞票 就就就就 就这意思 你知道吗 就是这告诉大家 就北京人也是 大部分有钱的 我觉得很多都靠拆迁 一个是靠拆迁 另外一个就是 有房房租出去 对对对对 对吧 真正的北京有钱人 说实话 没有外地的多 就没有什么 真正 我觉得还是南方人 精明有钱 像山西呀 没老板 那是没老板 就靠的是国家资源 对吧 别说国家 就靠咱们的地质资源 那个钱其实让我没觉得 完了之后 还有钱 就是人广东人 人做买卖 真有钱 东北人有钱 有的好多 但是穷的也多 东北是贫富发区 特别大 东北勤劳人 巨勤劳 牛逼人是特牛逼 傻逼人是特别傻逼 呆逼是特别逼逼 你看我去南方 很多看饭馆 都东北人 人家祈祷餐开 做买卖 还就有钱 而且呢 人家也是非常精灵的脑光 完了再做买卖 一般的话是餐饮的比较多 东北那边 就是在海南 挺好的 在北京的 其实 您说白了 他说白了 哥 北京人在外头 做买卖的 七十多 很少 因为北京人十多 他妈的老板多 你就真正干活的 操 也少 野家北京 多少 有点 北京人懒 北京人懒 我我算是 对 东哥算是勤快的 勇哥偏懒 鸡哥也偏懒 我东哥我够勤快的 那他肯定是农乡情歌部的 够勤快的 是这意思 完了之后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 其实还有好多想聊的呢 但是呢 就是有的是时间 咱慢慢聊 咱下期见 拜拜了 拜拜 拜拜